安波足球快迅,2021年3月11日,曼联主场欲击杀来犯AC,勾霸杯16强有一场重投气,在星期周五凌晨上演,届时曼联,将会助阵主场,迎战二甲强队AC米兰。 曼联勾霸杯主场相当强势,过去15个主场,拿到12胜三和的不败战绩。 而且他们过往主场迎战AC占优,再加上近方表现都挺顺畅,今次曼联有望打响16强投炮。 上一赛季英超,曼联在最后关头,杀入英超前三,那就赢得勾冠杯分组赛资格,还上演而比一战胜胜日耳门。 同五比零击败阿维莱比锡的壮举,可惜他们并没有将优势保持下去,接下来四轮勾冠分组赛,输了三场,最终导致他们只能降格去踢勾霸杯。 不过降格到勾霸杯,或者对于曼联来港是福不是和,毕竟曼联现在的实力,想要去争夺勾冠冠军,就恐怕有些缘符,但勾霸杯对于他们来港,或者更加容易拿到。 勾霸杯32强,对阵王家苏斯达,这个是曼联今届勾霸的第一场比赛,早就满腹怨气的曼联,将怒火发泄在王家苏斯达身上,打出一个4比0赛果,将晋级优势牢牢压在手中,次回合用一个0比0轻松宣告晋级16强。 不过能去到16强的都不是弱女,接下来曼联必须要拿出一场比一场好的表现,向着冠军进军。 毕竟曼联目前在英超,比曼联要小11分那么多,接下来的赛程,还要面对韦斯咸,热刺,李斯特城这批竞女,想要突出重围,踢走曼联奪得榜首,恐怕困难万分。 所以我们不妨推测曼联,将增冠希望放在勾霸杯上,全员必定三军用命趁主场,奠定优势。 因为曼联主场尤为值得放心,曼联在最近15个勾霸杯主场中,保持不敗,一共12场赢球3场和局。 更为值得放心的是,曼联最近防守相当稳固,过去6场各项赛事,合计有5场保持舞失球,防守表现令人相当满意。 还有有班奴费南迪斯在道梭里进攻,他上将客战曼城,在开场两分钟就贡献一粒精彩入球,上圈勾霸杯首回合,他翼梅开二度,状态相当火热。 今次迎战远道而来的AC,坐镇主场的曼联,誓要先胜一局。 在阵容方面,门将迪基娅,同后卫非以宗斯等人因伤想踢都没份。 另一边伤的AC,今季大部分时间,占领着二甲榜首,还有老将伊巴迁莫域,也在神射手榜单中名列前谋。 可惜这位球员的受伤,令AC失去了进攻的依赖,今仗他依然无法上场作战,这个模仪会削弱AC进攻的威力。 除了他之外,基斯尔在球队,最近比较稳定的破门点,最近四场各行赛事,这位科特迪雅攻击手,合计贡献三个球,包括上一场勾霸,对阵贝尔格莱德洪升攻入全场唯一常规时间入球。 至于防守方面,AC米兰最近七场各行赛事有六场比赛都有失球,还要失两个球以上,这样来看,AC不但进攻不利,防守也不稳。 而且最近两次勾战走访曼联,都是饮恨而归,还有合计失足七个球,再加上他们近来防守不稳,今次AC出征依然凶多吉少。 在阵容方面,还有中场宾拿沙和文迪苏杰相决。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,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,赛后报告,足球世界花水。 多谢你的收听。